最近天气开始变凉 喉咙有点干干的 今天来泡杯白茶吧 不用担心白茶很寒凉 这款老白茶已经盛放了15年 转化以后茶性已经变得很温和 茶柄压得不算很紧 很容易就能敲成茶块 冲泡很方便哦 泡老白茶最好是用断泥糊 杀性高透气表现好 不会把茶叶焖熟 今天就我一个人泡 就选这把中小品吧 跟大家分享一个选壶小习惯 如果决定冲泡茶柄的话 小编会更喜欢选择虎口大的茶壶 无论投茶或者注水都会比较方便哦 入冬换季建议大家家里可以备一点老白茶 初级的感冒或者喉咙觉得干 老白茶都可以缓解身体的不适 入口熟花香加中浓的茶味 完全不苦涩 喝完的回甜生津 真是很舒服 这款年方老白茶是小编的入冬首选 大家又会喝什么茶呢 留言跟我们分享吧